後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維園首次出席城市論壇時, 與場外的一班市民爭執,場面一度混亂,事後要到警署報警求助。 梁國雄在論壇結束後不肯坐主辦單位安排的車,堅持要親自報行離開維園, 但就在會場入口與場外圍觀的市民理論。 期間,梁國雄要批評他的市民與他直接對話, 又投訴警方沒有即場拘捕恐嚇他的市民。在場警員與保安員利用鐵欄分隔他們, 雙方擾讓了近半小時。梁國雄最後要由警員護送到維園駕出入口, 再登上主辦單位的車,再去北角警署報案。 後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首次出席城市論壇, 和場外一班市民爭執,場面一度混亂。 梁國雄後來到警署報案,警方帶走了一個42歲的男人調查, 將案件列為刑事恐嚇案處理。何永康貝達。 論壇進行中,場外已經有不少針對梁國雄的聲音。 論壇結束,他就這樣回應。 警方和主辦單位香港電台,原本安排梁國雄坐車離開維園, 但梁國雄堅持自己行,還跟警員理論。 他喜歡打我,罵我,我沒有辦法。 我們警察不會讓這些事發生的。 他喜歡向我示威辱罵我也可以。 梁國雄走狂啊!梁國雄走狂! 你不是中國人,如果你不滿意啊! 他想和批評他的市民直接對話,結果爭執起理。 你過來!你過來!你過來! 你過來!你過來! 你過來啊!你不要走啊!你不要走啊!你不要走啊! 你先抓他。 我們警察會處,我有其他人。 他不滿警員的處理手法。 我去向董建華示威,我直接叫他下台。 他不喜歡聽說拿走我。 今天是整班人圍著我,為了殺我,為了打我。 好啊!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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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